大家好 我是小眼 这个教头是昨天我们在菜园子里面栽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洗干净之后来做双辣椒 今天刚好下雨 河水的水非常大的 非常好洗一点农机 现在我们要把皮一个一个的剥掉 然后再把它围固上面这个叶子也把它剪掉 看来看一下 剥了这一天皮啊 这个非常难剥的 我的眼睛都辣辣的 做了整整半天才完成 现在我们要先把它稍微洗一下 洗干净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洗干净了 这么多了 可能做得一小罐子吧 一大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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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然后也把水分给你 我们要把制作一点 给我们洗干净了 我们要把它用食物盐把它泡起来 泡两个晚上的时间 我们再开始做泡菜 就是那个酸辣椒 因为这个有点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用到这一半的水分一样 可以让它撒多一点 再腌制一下 拌均匀了之后 咱们就这样一直放两个晚上的时间 最少一个晚上 最好就是两个晚上 把它腌制起来 好了 两天之后咱们再来制作 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已经泡在两个晚上的酵头了 然后呢今天咱们可以来做那个泡酵头了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那个辣椒面 然后呢咱们就用这个来把它拌均匀 这个是已经腌制好的 所以只要生吃的 这样把这个辣椒面肉把它撒上去 然后再均匀 像这个小吃啊 这个 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不知道大家呢 没有做过这个 看看咱们这个现在已经把它搅拌均匀了 然后呢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了啊 因为已经泡那个 酵头已经泡了两个晚上了 还有这个面粉呢 也是也是也是腌制过的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别吃了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坛子里面 然后这样它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 这可是一个下半的小小菜啊 好 装了满满的一个小罐 这个可以够咱们吃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 咱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坛子里面 想啥时候吃就可以拿出来吃的